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达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今天是哈佛第198集 我们在剩下两天呢 就要迈向200集 那么非常感谢呢 从去年7月呢 哈佛商业评论的 请听哈佛管理学Podcast开台以来呢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累积了超过200万个收听的人次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的支持 那这个礼拜呢 我选了一个是哈佛商业评论 今年呢 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年 就是今年他要庆祝他创刊100周年 在国外的杂志或许100年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在台湾呢 听到100年 真的我们都会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经过了100年呢 这一本杂志呢 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所创办呢 已经是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的国家的语言呢 他都是有他的版本 语言的版本超过14个 从英文法文 当然我们的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日文 韩文 德文 意大利文 俄文 等等都有的 所以我常说全世界只要有商业活动的地方 只要需要企业管理的地方 就会有这一本杂志 真的是全世界最普遍 最风行 也是最前瞻的一本管理杂志 那么今年呢 我们繁体中文版呢 也加入庆祝这100周年 那我们的Harkis呢 也在每一月呢 选一个大师 做他的大师系列 重要的文章的分享 这个礼拜呢 我选的大师呢 叫John Carter 他是哈佛商学院领导学的讲座教授 他可以说多年来专精在谈领导变革 怎么样做变革管理 可以说是他最主要的专场 那么他的畅销书呢 一共有16本书 其中有很多本在台湾都有翻译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常常在用一个词 叫做急迫感 有没有 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急迫感 这一本也是他写的 那么急迫感呢 就是他在谈这个变革管理头 一个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领导变革的话 第一步就是要你的团队 有超过五成 甚至七成五以上的人呢 都觉得我们非变不可 要有这个先决条件 你的变革管理才有办法成功 所以因为这急迫感这个字呢 实在是太风行了 所以他后来呢 先谈变革管理的八个步骤 那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急迫感 后来呢 他又为了急迫感 又专门再写了一本书 就叫急迫感 那我今天又选了另外一篇 非常棒的文章呢 也是他在近期内比较发表的 那这一篇文章呢 就是在谈说 如何聚焦在重大的机会 建立良性的急迫感 所以今天呢 这一整个礼拜呢 就是在分享说 变革管理怎么做 其中急迫感是一个关键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来 在进一步来分享 他认为呢 急迫感应该塑造 急迫感比较好的方式 是透过一个正向的良性的 是机会导向的急迫感 而不是负面的焦虑的恐惧的 就是不要是属于那种深深害怕 因为焦虑而产生的急迫感 这两个还是有差 所以他这边文章的标题 是聚焦在重大机会 建立良性急迫感 主要就是在延伸说 你要掌握机会 让人家看到未来是有希望的 这一种急迫感 而不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说不怎么样会死掉的那种急迫感 两个还是有差异 而总是呢 我们常常在管理学上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 都说我们要正向思考 要正向集结 反而不要负面 不要抱怨 一样的 我们在塑造急迫感的方式 要让你的全员的掌握机会的方式呢 是塑造这种正向的急迫感 而不是负向的恐吓式的急迫感 效果会比较好 那到底这要怎么说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就来看他文章是怎么延伸的 那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分享说 其实在组织里头 在企业组织里头 我们常常看到两种力量 在运作 第一种呢 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为了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呢 他驱动我们向前 是往前的动力 是为了抓住那个机会 另外呢 也有一股能量 是我们害怕 我们恐惧 我们恐惧 我们什么东西没做 会失去什么 所以为了要克服这个恐惧 所以我们就拼命的 我们讲说挣扎也好 或活动也好 就是避免呢 我们会掉入深渊 这呢 也会push你往前动 但是呢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如果用负面的 用害怕的 用恐惧的去驱动人的话 会让人家产生恐慌 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那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你在想象你在一个 很拥挤的电影院里头 突然间有人喊失火了 失火了 那大家是不是又争先恐 或想要逃出去啊 结果就会怎么样 有人可能会不幸被踩死哦 或者他活着出去 跑出去之后呢 他因为过程当中 惊慌失措 到处乱叫 尖叫 搞不好他就留下了恐惧 就是创伤后 症候群嘛 就常常会这样 就是他 他以后对他的心理呢 比如黑的地方 他不敢去 从此一辈子不敢看电影等等 可能就会产生这种 负面的影响 那领导人如何激发 这种正向的这个急迫感 就是你如果抓住一个机会 然后可以做很大的改变呢 那他就提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呢 所描绘的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大家有急迫感 去争取的这个机会呢 其实上是跟很多员工 都是相关的 你要让你的员工觉得说 这个机会呢 也是我的 不是公司的而已 因为有时候 大家会觉得公司是公司 我是我 或我的部门是我的部门 别的部门是别的部门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机会跟他无关 所以你一定要塑造一个情境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变革 变革要越多人参与 越多人理解越好 越多人了解说 这是一个新的机会的急迫感 越好 所以你一定要让大家了解 越多人了解说 这个机会跟他也是有关的 跟他的未来是有关的 跟他的部门 跟他现在所做的业务是有关的 他这样才能够激发出 他们一起往前动的这个动能 那么也不要假设说 你的属下或你的同事们 都可以看见你所看到的机会 那这边他讲的蛮有趣的 他说尽管你觉得说 哇这个机会太浅了 就是太明显了 太重要 太无可复视了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看到 别人就一定会感同身受 他就是看不到 因为你们可能视野不同 所在的角度不同 所以领导人一定要了解说 其他人看到的 不见得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种沟通的过程 要一个塑造共同的愿景的过程 不然你科程组织 其实我们在很多企业内 很多衙门 很多工部门都一样 每个部门都是同墙铁壁 大家各自有自己关心的事情 跟其他的单位 其实都是有隔阂的 你不要想工部门是这样 私部门 很多企业内也是这样 业务部关心业务部的事 财务部关心财务部的事 行销部关心行销部的事 他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 别人在做什么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变革 所以要打破铜墙铁壁 是蛮重要的 而且你如果看到一个正向的机会 一定要越多人了解越好 那么第二就是说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了 就是你要维持一个斗智高昂 正面的感受 其实比负面的感受来得有用 就是你要激发大家的高昂斗智 你用恐惧焦虑 去激发大家肾上腺素 可能只能够刺激一小段时间 他很快就体力耗尽 但是你用正向的机会 我也要抓出一个机会 我要一个光明的未来等等 这个才可以比较持续 让大家愿意激荡出 持续的火花跟热血 去追求这个目标 这一篇文章在三分之一之后 其实就非常聚焦 在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他就是分享说 他如果用正向的目标 来激发同仁的急迫感 然后在两三年内 三五年内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绩效 那么这一家公司的业务主管 叫Paul保罗 他是一家B2B的科技公司 那这是这个真实的故事 那在这里我就不太描述 这家公司的全民什么的 那我就讲说 这个主管还面临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境 那他是怎么用正向的目标 来激励同仁一起往前走 那么这一家公司 我刚刚已经叫Paul 他的业务主管就叫Paul 那他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们他所担任的这个业务部的业绩 销售目标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持续下滑 就是因为市占率就一直下降 这个时候外商最常做一件事 就是请一家顾问公司来帮他做 内部的研究来帮他做个诊断 会诊 到底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那未来应该怎么办 所以他有花了钱 请了顾问公司做 然后就顾问公司建议他说 以后你要这样改那样子改等等 但是后来这个主管叫Paul 他就觉得说 他提的这些制度 给修改的办法 建议实在是太复杂 如果按照他的话 去导入的话 又要花很多时间 现在就是要改革优先 如果在导入他所推荐的这个制度 方案 又要搞很久 而且可能有很多的反弹 而且太僵化 他认为太僵化 其实很多人好像都有很多这种经验 就是花了很多钱 请顾问公司帮你诊断 诊断出来的答案 好像也都是你知道的 这个是后话了 所以后来Paul 他就自己 根据顾问公司的一些想法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就说 其实我的目标很清楚 我就是因为我的市占率一直下降 业绩一直下降 所以获利当然也就在下降 所以他就提说 我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我要降低我的成本 我要提升我的销售 然后他也看到一个新的市场 就是在亚洲 所以他要专注进入新的市场 专注在亚洲的成长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是看到机会呢 因为他们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个 这个高阶主管的委员会 他们就把这些高阶主管聚在一起 那就做了一个会议 就谈说我们要怎么样达到 以上的目标嘛 那他怎么样用这个正向的激励呢 就是他们在开会头就觉得说 他们有机会 在两年内 把销售业绩成长到50个percent 刚刚不是说他一直衰退吗 但是他们认为有机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机会达到50个percent的成长 第一是说因为环境在改变 所以顾客需求在改变 所以所有的同行 包括他们自己都要调整 都要改变 所以大家都在改变 所以没有我们比较慢 大家都同时要起跑 就像我们说 现在很多企业或者媒体 都同时要做数据转型 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点 不管你以前比较大 还是以前比较小 大或者以前有什么传统 现在有什么传统 反正大家都同时在一个起跑点 所以别人不一定会跑得比你快 对不对 第二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锁定 这家公司案例 他锁定要到亚洲去发展 这是新的国家 而亚洲那个时候 这个案例写的时候 是他正要爆发性的成长 在他的服务的这个项目内 所以正要爆发性成长 如果你right timing 正确的时间去 有一个正确的策略 有对的策略 跟对的做法的话 你一定就是会成长 再来第三就是说 我们内部的效率 效能 人力 能力 其实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发挥 所以只要内部的管理改善 现在比如说效率只有八成 我可以提高到九成 我可以提高到十成 那你这样三方面 三管并下 就是开发性的市场 内部效率提升 以及你跟同业一起开跑 你不一定会跑输同业 这三大因素核待一起的话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改变 你就有机会两三年内 成长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是用目标 正向的目标导向的急迫改 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导向 然后不是说 我很恐慌 我很恐惧 我再不怎么改 我就会怎样 不是用这样来诉求他的同事 而是用机会很多 机会很大 我们有可能胜出 我们可以成长多少 这个正向的目标 来激励同事 反而效果更好 那么后来的戴维生 就在组成了一个紧急小组 就从业务部门 挑选了二十位 二十位志愿者 就是你志愿参加的 就成立我们的紧急小组 那这紧急小组的长远 当然都是高度认同 我们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主管提出一个业绩成长目标 大家可能都会讲 就是反正你喊你的 我做我的 反正达不到 也不会怎样 你要五十 我只能做到三 我只能做到四 我是说五十percent成长 但是后来结果 只有三个percent 只有四个percent 在很多公司 可能也没怎么关心 反正就达不到 到时候告诉你 一百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达不到 也不会怎样 尤其是在很多公司 可能也不会被lay off 没什么风险 所以很多人就看热闹 常常很多都是老板在上面 喊啊喊啊喊啊 冲啊冲啊冲啊 后面都往头看 都没有人跟上来 这个常常也发生的 所以他就是找二十个 相信他的人 相信他这个目标 是可以达到人 来当志愿者 他们理性上感认同 感性上也充满热情 要达到这件事情 那这二十个人 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然后我现在看到这里 才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percent 在的部门有这么大 有一千五百个人 他的业务部门 一千五百个人 遍布全世界 那么他这二十个人 有一个等于是 种子部队 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我们这个科特教授 在前一两天的文章 已经提到过 就是你要推动变革 必须要超过七成五 或者是五十以上的人 要认同 所以这二十个人 目标就是要让 一千五百个业务部的同仁 至少一半以上认同 这个目标是我们想要做的 得到他们的支持 得到他们的热血的支持 那怎么做到呢 当然要有一些方法 要有一些技巧 所以这紧急小组 就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想出很多个构想 就怎么样让 一千五百个同仁 都可以接触 可以说服他们 可以让他们热情的参与 所以他们透过不断的开会 制作很多的资料 甚至有一个入口网站 拍影片 做部落格 跟跟销售团队的成员 一对一的访问等等 就是很热情的 在激发他们的一些认同 跟创意跟支持 那后来呢 他们又进一步做呢 就是说紧急小组呢 又跟他们的高阶主管 委员会合作 邀请员工 加入这个领导团队里 一起来推动 这个组织的变革 就是说这一群人 如果被选上了 加入领导团队 不是你想加就可以加 还是有个挑选的过程 你阶层的目标 这个POR这个主管的目标 变成是大家的目标 不是我一个人 个人的目标 后来这个组成的 这个领导团队 就是有36个员工 加入 他们就一起 又沃可跟公司 原来的这个领导阶层 跟这36个来自各部门的员工 就一起又参考了 这个外部的一些研究资料 参考很多同仁的意见 收集很多同仁的意见 就规划了一套公司 未来的愿景跟策略 比如说他这边就摘入了 他们的愿景 比如说他们就提出 新的愿景宣言 是这么写的 比如说我们新市场成长率呢 会是至少是现在的两倍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决策时间 减半 以前可能每一个重大决策 要一个月 现在是两个月 我们要成为一个热情的团队 成为一个受同行 最受尊重的 最受推崇的销售的组织 而且是一个最佳的工作的场所 就是充满了很多 这样的愿景的宣誓 而要注意 这个愿景不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不是他一个人在那边讲空洞的话 而是来自于各阶层 有志愿者 还有包括从员工里头挑出来的参与的员工 而且其中有不乏是基层的员工 他们大家所共同拟定的 所以代表说在透过这样的过程 已经很多人都了解的公司的未来 是很值得期待的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改变 才能够迈向那个未来 是有那个激励感 有那个急迫感的 那么领导团队呢 在这个推动了六个月之后 其实就开始展现一个很正向的 很明显的成果 那么在三年后呢 他们的业绩呢 在亚洲呢 的确就成长加速 整体的业绩也超过了55个percent到60个percent了 就达到他们要有的效果 那因为这边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再说明很多 他们采取了哪些决策 然后他们怎么样快速达成那些决策的 该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展现他们的绩效 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一一来说 还是那句老话 请去看我们的文章 那么这边的科特就是再一次提醒说 我们在塑造急迫感的时候呢 其实最好是用正向的角度来塑造 而不是用负面的 用恐吓的 用威胁的来塑造 这样的效果是更好 所以主要的message是这个 分享给各位听众做参考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ww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